养老金现在所有的焦点都停留在了病轨制这件事情上 病轨制的本质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养老金现在缺空的太严重太严重了 在当今社会啊 养老问题已经成为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要议论的话题 尤其是对于自由责业者来说如何规划自己的养老问题 确保在老年的时候能够享有稳定的养老金待遇 无疑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关于是否应该个人去购买社保的问题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那么社保政策作为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旨在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全分位的保障 涵盖养老医疗失业工商生育等多个方面 其中呢养老金待遇无疑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一环 然而呢对于自由责业者来说 是否应该缴纳选择个人这个社保 这是一个需要仔细权衡的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社保政策的费率和基数 都是由于国家规定的啊 个人无法自主选择 在企业工作时 个人只需要承担大概百分之五十六十啊 这样的缴费责任 而企业则会承担更大比例的缴数 如果是机关单位呢 那基本上绝大部分甚至是全部都由财政来负担 然而对于自由责业者来说 如果选择个人缴纳适合 那么就需要承担全部的缴费 那么这个责任和任务是特别重 这无疑增加了竞技的压力 其次呢 即使个人选择缴纳社保 也无法保证将来能够获得足够的养老金待遇 社保政策当中的多角多则原则 在实际的操作当中 并不一定完全能够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那么举个例子 以前的视频呢 我讲过我爸交了25年的自由灵活就业社保 那现在是退休第五个年头 在退休的第一年只拿到了一千零点的工资 经过涨工资 现在呢 现在五年多的时间差不多已经拿到一千三百多了 而这一千三百多对于现在生活在城里的这么一个物价 生活成本来讲 差之太远了 那你到底是选择交还是不交 有两个方向你要着重考虑 第一个个人缴纳人活就业的 他完全都是你全部自己去负担 那么最近这十年我做一个统计啊 像我老爸在最后十年缴纳的时候 整个十年差不多翻了一倍的缴纳费用 有过去的八千多到最后一年完成是一万八千多 大家想一想涨了多少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作为这个养老人 对吧你有没有足够的而且是长期能够维持支出的养老金 这个缴纳金 它是一个长期的对吧 最低要交费十五年 那像我们是老爸叫二十五年 这个压力有多大呢 我们全家人都能感受得到 呃缴纳养老金 它不是一个一朝一夕的啊 一冲动就要去交费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项 它更难的是后期能够每年每月都要去维持缴纳 这是最难的 作为自由哲业者 他不敢保证每个月都有稳定 且能够维持家庭生活的经济保证 是吧 例如在疫情期间三年 那自由哲业者 几功就是几乎就是无功可打 甚至出现一些不舒服啊 伤病 那在家休养 你也没有任何收入 它不同于一项机关单位和企业 即使是你请假或者疫情期间 你仍然是有收入的 来保证你交纳这个社保 而灵活就业者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一天不出去劳动 你就没有一天的收入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现在的缴纳的比例 对于个人灵活基约缴纳事本来讲 它这个基数是非常低的 举个例子 同样是缴纳三十万元的社保 机关单位开工资的时候能开到四千五千六千七千 企业能开到三千四千五千 而个人缴纳事本同样是三十万缴纳的费 你退休的时候也就是你一千一千多两千都很难 这就是现实的一个例子 而未来养老金的病鬼的本质是什么 养老金现在亏空太严重太严重 在这里大家要斟酌去考虑 如果你也是一个自由哲业者 并且从来都没有绞过尸绑的 今天我的视频对你有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建议帮助